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晚又是进化之时的直播时间 原本请来配合节目的演员意外在后巷遭到袭击 眼看时间将近 德普只好请求女友莫莉顶替上场 起初一切都按照剧本发展的很是顺遂 但危险却早已折服在他们身边蠢蠢欲动 先是节目组的收音师黑格 变得目光呆滞并伴有无端呕吐冒虚汗的现象 他看着镜头前作秀的马丁 突然像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一般 慌忙逃离了现场 起点时又看见了满池的血水 一双黑手从镜子中伸了出来 直接将黑格推倒撞晕 随后直播现场的莫莉开始不按剧本说辞 圣水浇在她身上竟然变成了红色的烟雾 就在大家惊诧之时 莫莉猛然抬头将马丁撞倒在地 口中还说着不明国度的语言 员工以为是莫莉 眼疾大爆发 想要做弄马丁 可莫莉一个眼神就直接点燃了员工 将他活活烧死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 恶魔真的找上了门 德不想要报警 手机却没有了信号 马丁向观众求助 却遭到了恶魔的阻拦 并威胁 若停止直播 或有人逃离片场 就立刻杀死莫莉 此时 直播时间还剩余49分钟 恶魔要求马丁在剩下的时间 坦白自己说过的所有的谎言 期间还不忘与观众互动 让观众选择 想让马丁做什么 一位女网友提出 想看马丁的裸体 为了保住三人的性命 马丁照做了 恶魔还威胁他 赤脚踩在碎玻璃上 惩罚越来越激烈 直播间观看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短短十几分钟 就暴增到了50万 此时 还有一丝理智尚存的茉莉 开始与恶魔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想要将恶魔的目的告诉男友德普 可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恶魔紧紧扼住了咽喉 似乎有义务卡在他的喉咙 为了救人 马丁直接上手去抠 取出义务后 竟然发现是他自己所贩卖的祈祷符 在恶魔的威胁下 马丁不得不坦白 他所销售的祈祷符 只是廉价的纺织品 并没有任何的审例 去门用的圣水 也只是浴室中的自来水 贪财是罪恶的根源 一旁的茉莉 仍然如耿在侯般难以喘息 马丁再次用手去抠 却被恶魔生生咬掉了两根手指 厂工妹子看到如此血腥的一幕 拔腿就跑 直接被恶魔开了瓢 此时片场内部 网络出现了故障 可如果直播暂停 就意味着恶魔会杀了所有的人 关键时刻 既高人胆大的德普 修复好了网络 也撞见了晕倒在厕所的黑哥 黑哥说自己之所以逃离现场 是因为看到了椅子上的野兽 那是一种脑袋象鸟 有尖牙 利爪 全身毛发 还有蛇一样尾巴的怪物 德普根据一致的线索 从数据库中 找到了七个恶魔的名字 可此时的黑哥 却陷入恶魔的幻想之中 挥舞着刀片 用力隔开自己的手臂和大腿 最后自问身亡 此时 距离直播结束还有19分钟 绝望的马丁质问恶魔 到底想要他怎么样 眼前 一根上吊绳出现了 他让马丁向观众祈求得到救赎 只要点赞数能达到百分之百 马丁就不会死 此时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接近250万 面对死亡的威胁 马丁不断向众人忏悔着 原来 儿时的马丁是在天主教传统中长大 老兄女的严厉和无休止的体罚 都让马丁难以忍受 一次 老兄女惩罚好友德普时 马丁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 意外用铅笔戳瞎了老兄女的眼睛 为了赎罪 马丁又进入到了神学院就读 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谅解 可教会内部的虚伪和腐败 再次让他感到了失望 于是 他干脆离开了教会 再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成为了一名江湖骗子 用假驱魔换来真的名利 在马丁生泪俱下的悔过下 获得了大批观众的同情 眼看着点赞数就要达到了百分之百 恶魔转头开始折磨起被附身的茉莉 并威胁马丁自杀赎罪 急于结束这一切的马丁 踢倒了凳子 莫莉和濒临死亡的马丁 痛苦地哀嚎着 在爱情和友情的面前 他不知该如何选择 关键时刻 意识上存的莫莉告诉德普 是恶魔操纵了你 并抬头看了一眼 已经一千多万人的直播间人数 德普恍然大悟 原来点赞决定马丁的生死 这只不过是恶魔的计谋 他只不过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直播 让更多的人亲眼见证 恶魔对马丁的惩罚 德普恍然大悟拔掉了网线 直播暂停 马丁的绳子也掉了下来 此时德普也根据自己对恶魔的观察 检索出了恶魔的真实身份 他重新连接直播 用而反通知马丁 做好救世主的角色 恶魔自然不会给两人反击的机会 直接放出了马丁和莫莉 曾经在一起亲热时的画面 原来在跟德普相恋之时 莫莉和马丁也有一段恋情 德普彻底被激怒了 他冲上前去 掐住了马丁的脖子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作戏 在生命面前 头上那点绿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德普利用恶魔的视觉盲点提香马丁 看到提词器上的圣经文 在圣经的作用下 恶魔终于被驱散 就在三人以为终于得救之时 第一个被烧死的员工站了起来 撕开人类的皮囊 恶魔撒旦的真身暴露了出来 原来 这次不止一个恶魔降临人间 直播还在继续 魔王撒旦地狱一哥 人狠话不多 直接对着直播画面念动着咒文 控制了观看直播的 1700多万网友 这些网友纷纷拿起了剑刀和武器 开始扭杀身边的人 唱面血腥且恐怖 恶魔撒旦 碎而消失 直播结束了 三人也终于得救 马丁也失去了珍贵的友情 看着德普和莫莉离去的背影 他落寞地垂下了头 此时 手机账号显示 新增了400万的粉丝 马丁看着蓝色的加威头像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马丁并非驱魔人 而这个直播圈前的骗子 这个秘密 只有观看直播的人才知道 现在 所有观众都被撒旦所控制 也意味着他的秘密 又再一次尘封了起来 马丁还可以继续做他的 冒牌驱魔人 影片结束 本配于2019年上映 以驱魔题材反讽了全世界 网民娱乐之上 欺视流烂鸦片 制造精神污染的现象 马丁的伪善 和作秀式的驱魔仪式 激怒了真正的恶魔 也因此得到了恶魔的惩罚 尽管马丁在节目中 声泪俱下的忏悔 但当他看到蓝色的嘉威头像 露出新满意足的微笑时 就可以看出 根本没有什么忏悔与救赎 坚强和欲望 才是主导人性的救世主 从这一层面来说 所谓进化 就是一种讽刺 是一种愚弄大众的虚假幻象 影片结尾 恶魔撒旦的出现 更是全片的点睛之笔 镜头前的几句话 就能让数以万计的观众 成为他麾下的恶魔军团 也同时讽刺了 当下网红时代 精神污染 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极端现象 负面的网络现象 看起来像是漂浮在时代 汪洋上的泡沫 转瞬即逝 可一波为平 一波再起的热浪 也很容易让人迷失自己 网络直播 是娱乐大众的生活方式 但千万不要盲目跟从 最后让自己成为被娱乐的对象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